Acoustic Audio的Diamond系列里面呢 又增加了一款新的插件 叫做Dynamic Saturator 动态音软插件 非常非常的不错 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大家好,我是Alex 这个Diamond系列呢 实际上是Acoustic跟这个Luca Pertolisi 一起合作的 其中已经有好几款了 而这一款呢 是基于他们最新的这个 插件的计算算法引擎 Luca Pertolisi 应该是在做EDM 做这种风格 舞曲风格啊等等 这种回音里面是相当相当出名的 绝对是头牌 而他所在这个Studio DMI 也是非常非常的知名 他做的音乐风格就是非常独特 专注于这一个方向 所以很多的时候呢 他需要更重要的动态的这种处理也好 或者是音染和这种立体声声场 所以Acoustic也跟他一起 推出了很多这个签名款吧算是 所以咱们今天看的这个呢 实际上是一个音染的一个插件 叫做Diamond Dynamic Saturator 它呢是非线性的这么一个动态 音染的这么一个插件 首先我们看一下 这个界面真的是很好看 这个Coustic做界面 这是相当相当的下功夫 那这个logo呢 这个钻石实际上可以点 你可以点它以后 可以bypass整个插件 我来讲一下这个插件 整个都是做什么的 它呢实际上是有两段音染 一个在这个地方 Saturation 1 然后一个在Saturation 2 信号会进到1 然后再进到2 然后产生各种各样复杂的音染 同时呢 它还有一个多段的功能 就是如果你想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High Crossover 和Low Crossover 上面的这个是9K到20K 你可以选一个频点 比如说你选在13K 13K以上呢 就算是一个段了 13K以下呢 到下面这个Low Crossover 如果你打开的话 比如3K 3K到13K之间就是一段 然后呢再往下是一段 这样的话 它会把这三段分开 这样的话你可以想象 它是变成了三段 这个时候呢 它只处理中间这一段 假如说我们现在是3K到13K的话 你把这两个灯都点开 3K到13K 它的音染 只处理中间这一段的声音 所以呢 你可以用它去限制 你处理的这个音频段的范围 然后呢 它给了你这个Linear Phase 线性相位的这么一个选项 会减少一些相位的影响 但是这个东西好不好听 完全在于你自己去听 很多的时候 你可能不会太觉得 有特别特别大的区别 然后这些所有的 这些小圆呢 就是灯 输入输出的各种显示的灯 Input Trim呢 是它的内部的一个 类似于Hydrum的调节 你可以拿它去推出 更多的音染 或者推出 或减少 让声音更清楚 那往这边就是 第一个Saturation 第一个Saturation 可以变得很Aggressive 很多的这种过载 或者音染 第二个呢 相对来说 少一些 会暖一些 往这边有个Low Shelf 这个Low Shelf呢 实际上是 150Hz以下的增 或者减 如果你的音乐 不够劲爆的话 你可以在低频 多增加一些 如果你觉得低频 太多的话 你可以减一些 最后有这个Make Up Gain 然后中间的这一段 其实是很有意思的 中间这一段 它有Density 就是整个声音的密度 这声音的密度 你可以增加 一是最多的 三是最少的 然后呢 你如果点这个Static的话 点亮了以后呢 你就能听到 这个Density 给你处理过的声音 如果关掉的话 你就听到没有的声音 你可以对比 看看这个Density 到底给你 什么样的变化 下面有Expansion Expansion的话 就是相当于是 在你处理的这个频段 或者你处理 整个这个信号的时候 让它的动态变得更大 换句话就是 更细节的调整 你到底有多少的音染 因为它这个音染 不是根据 那种线性的计算 不是说你声音大多少 它就增加多少 而是有一个 很弹性的一个范围 所以你可以用 这个东西去处理 这个Expansion 这边有一个表 如果它开始进行 比如声音越大 变得越大 那这个地方会显示 然后最上面呢 有一个Mid Side 这个很有意思 一会儿我们可以 去听一下 好 咱们先试一试 看看把这个 Cross Over关掉 咱们只听一个频段 听一听它这个音染 是什么样的声音 特别特别异样的那种声音 这个鸟是 第二个 第二是非常饱满 非常暖的那种感觉 咱们把Density放在3 因为听起来有点太厚 如果你觉得Dp不够的话 可以用这个Low Shelf 降低的话是这样 好 我们接下来呢 看一下它这个Cross Over 这个Band 我把这两个都打开 咱们现在放到3K 到13 你将明显听出那个频段的声音增加 比如你摆放20的话 基本就是3K往上的一个高频 所有的这种中高频 所有的这种阴染 这个时候因为你限制了它的频段 你的音染往往没有像你想的那么多 你可以用这个推 然后把这个makeup给你降下来一些 好 对比一下 原来的 当然了你可以只处理中间的频率 比如到9K 这边看到4K 集中在人声的部分 或者是中高频的部分 原来的 因为这个当你处理中高频的时候 你的音量会增加 所以你其实可以用这个Low Shelf去补充回来 然后整体的音量你再去通过这个output去调整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 就是这个mid side的这个模式 你可以用它去调整 让你的音人集中在mid或者集中在side 往往你把它集中在side的时候 会给你一种特别好听的那种立体的那种感觉 我们试一下 我现在处理3K以上的 所有的高频 我开始把这个调到side 你会发现声音慢慢慢慢 夹上去 原来的 然后用expansion呢 会增加一些你的这个音乐的动态 它会试图把你所有超过它内部预知的声音 再往大或者往小放 所以用起来还是相当好玩的 就是你真的花时间慢慢慢慢一点一点去琢磨到底这个东西 你想怎么用 比较有针对性的 去让它对你想要的这个频段进行一些修饰 从功能上来说真的是很强大 也能感觉到他们这个新的一代的这个算法引擎 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平滑 用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延迟 不像以前的时候一用就 蹲蹲蹲蹲蹲那种感觉 所以呢我觉得如果你是做EDM的 做舞曲的 做Hip Hop呀之类的一些 特别做Beats呀 什么等等的这些 这还是相当不错的 有机会的话你可以去试一试 我觉得作为你的这种独特风格的 阴忍的差点应该是相当不错 所以呢 Luca Pertolisi大师的这个签名款 Diamond Dynamic Saturator 咱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 感谢大家支持 不要忘了订阅频道 咱们下次再见 好好学习 听听听说 拜拜